欢迎回来我们看到了 现在道路两高三步在6月21号 三点钟发布了惩治台独顽固分子 意见第22条明确的认定 分裂国家罪以及煽动分裂国家 及其实施 在这个陆委会的部分呢 特别表示说深感遗憾 那么在民营党秘书长林又昌 说依照国台办的逻辑 那中华民国的国民 投票选自己的总统 每个人都是台独分子 以及柯建民 他说蓝白都是中国附罪组织 里应外和韩国瑜是总指挥 再看到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科 说大陆通过这一次的法治手段 就是要严厉的来警告赖清德 如果不收敛 相信接下来还会有更严厉的措施 但大两岸关系研究中文主任张五月说 北京除了对内交代 还要透过一国内法惩治台独 对外宣誓两岸一中达到对台威吓 两岸交流短期受冲击 但中长级是善意 请教教官 是 我认为这个是个法律战 因为中共的三战 法律战 心理战 还有的是舆论战 那这是重在法律战的 那法律战的话 这是个政治宣誓 因为它政治宣誓的话 而且我认为它现在慢慢走向一个强势法律 强势法律战 那它把这些通通把它公告出来 那表示说它有了这个法律的依据之后 那以后它看状况来做执行 然后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执行 它会来做一个判断 来做个决定 然后来做个拿捏 也会做一个权衡 我认为这是它已经走向法律战了 所以把它作为一个立法 两高三步立法完毕之后 有法律依据了 至于它要怎么做 那是它一个弹性 它一个策略 最起码它最起码 在法律战这一方面 它有一些准备了 有一些这方面的具体的动作 那第二个我认为是心理战 因为心理战 我们知道这个 在军事多冰家来看的话 这是攻心为上 那攻心为上的话 那它在执法的这一方面 执法能力目前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急于台澎金马 没有办法 那但是会产生一个心理战的 一个效应 对 那大家二字来 二字台独 来打台独 来对台独这一方面 有所前置 有所管制 甚至的话 有一些约束力会有这个样 那这约束力在哪里呢 就变成攻心为上 那这攻心为上的话 就我们所讲的心理战 那心理战的话 会不会达到一定的效果 我要看它执行的方式 跟执行的手段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才能够决定 这个攻心为上 所能够达到的一个层次 到达什么样的效果 我认为这个是法律战 第二个我认为是心理战 那第三个我认为 这个是 它将来的 这个会走一个 它这个是一个刑事的意义 因为它这个法律战 把它做公告之后 会有一个刑事的意义 刑事意义怎么讲呢 就跟当初的时候 李明哲到大陆上去 被抓起来 然后被判刑 变成这样 那它将来的时候 我认为它会拿一个人 拿一个台独分子 它所谓的台独分子来开刀 这样的话就比较具有 这种宣示的效果 由刑事的意义走向 慢慢走到实质上的 这个实施 有没有 它会不会到国外 这个有 在这个有司法附助的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在落地转机的当中 因为飞机这个运输机 或者是民航机 是国土的延伸 它会不会在这个地方 经过司法附助也好 或者经过这个旅游的 转机也好 来这边做实施 可能抓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 不是它的名单上面 它可能会有一个 它所说的这个重点的 聚焦的一个名单 我认为这样子 它会来一个 全面实施会有难度 但是它来抓一个 来杀鸡警猴 有没有这方面的可能性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不要完全排除 像李明哲就是 当初有做了 那李明哲他自己出乎大意 但是问题是 以后大家出国的时候 是不是更要 小心哪个地方 是有司法附助的 哪个地方会不会有转机 转机的这飞机 是哪些国家 会不会有这些 那会造成当事人 这方面的困扰 那这又回到心理战的模式 造成工薪为上扰乱了 扰乱了心理 我认为这是心理战 刚才讲到法律战 这是心理战的层面 那他如果抓一个人 会不会杀鸡警猴 产生一个效果 会有这方面的效果 那这就变成 形式上的意义 变成实质上的意义 都有这方面的可能 那我现在问你 我的问题在一个地方 我们政府的反驳 作为在什么地方 没有看到 只会 我们讲 只会 只会讲而已 只会做批评 你政府要有拿出办法 我们看政府拿不出办法 陆委会拿出办法 没有 没有 中东府拿出办法 没有 国安单位拿出办法 没有 通通没有 没有作为 政府应该要有作为 要有具体作为 对中共这些 马上宣布出来的 有没有相应的措施 没有 尤其是陆委会 因为陆委会是两岸的 那政府的作为 政府只有一个方法 它的作为是什么 转为内斗 我们的蓝白盒 你们蓝白又是贵共田共 你们是同路人去了 只会内斗 政府没有办法有作为 有效的音域 有效的解套 中共来的法律战 来的心理战 那我们怎么要去迎战 他不去迎战丢到旁边 然后去对面做内斗 然后做内斗的话 所以最重要台湾 我认为内部不团结 为什么 因为当家闹大事 你当家闹大事就是不团结 对不对 你应该是有办法距离 把这些距离可行的出来 掌握主动权 我们现在落于被动了 因为中共已经公布 这些相关的 这个两高三步 有这法律战的模式出来了 心理战的模式也出来了 会产生我们哪些影响 然后我们哪些因应的措施 因应的作为 然后后面会产生哪些的结果 应该这样政府 应该来出来做 但政府没有 他在被人做内部斗争的 一个手段 一个途径 一个转移焦点的模式 你看他 马上政府的作为就是 立刻转为内斗模式 你要有去解决问题模式 他们要转为内斗模式 那你那种模式的话 问题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认为台湾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台湾内斗太强 没有办法聚焦对外 那中共的话 这一方面也没办法解套 有办法解套 政府要出来做 因为资源在政府上面 手段在政府上面 主动权政府可以去争取回来 在这一方面 我认为政府没有心 没有心 政府做什么 就像教主讲的 当家闹事 所以我们要请教韩明哥了 一口气 那么包含了是在下午三点钟 宣布要来制裁台独的顽固分子 在五点钟的时候在公告 针对在美国的军工去破 洛克希的马丁包 还有三位主管 以及旗下有三个单位 都采取了反制 那么到了七点钟 可以看到再有共击 那么同时其实呢 在刚刚也提到 这个亮哥就说了 这个友好的国家 司法的国家 会不会协助办理 这个都要关注 那还有就是先前 事实上大家知道先前 在这个有五位名嘴被点名嘛 所以在这一次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先前包含了像是呢 这个刘宝洁 李正浩 王毅川与北辰 黄世聪等等五位名嘴 那么亮哥他就透露说 他听说啦 这个之前这样的消息 他们好像认为是个假消息 因为不是台独顽固人士 我觉得他们那五位 其实不被认为是台独顽固人士 那五位是因为乱讲话而已 那两件事 对那其实是两件事情 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一步法是针对台独 而不是针对乱讲话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五位朋友可以安心一点 是是 所以他们就蛮庆幸的 所以不是针对他们的 我想应该不是 但是问题来了 这五位里头有没有台独的 有其实是有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同时具有 又爱乱讲话又是台独 这个两件事 对那你还是要小心你自己要注意 那我是觉得我们政府的反应真的很爆笑 就林又昌他干脆就是说 你以为他只要抓我吗 你们全部都会被抓 就用这种方式 大家都对 就是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 把大家全部抱在一块 就是把大家全部砍托进去 林又昌的说法就是这样啊 每个人都是 对抱歉 谁说我们投中华民国总统 就表示我是台独 谁说的 我们承认九二共事啊 我们认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属于一个中国啊 所以我哪是台独 我们投的是中国人的总统 不是台湾人的总统 不是台独 台湾国的总统 好吗 你们自己想搞台湾国自己去搞啊 我觉得要搞台湾国就有种一点 不要遇到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他们一样的 他们都跟我一样 没有不是只有我这样 你像闹总一样 何必这样子呢 你堂堂正正说你是台独的 我还会尊敬你 因为那是你自己的想法 我们尊重 但是你自己要为你自己的想法负责 就是这么简单 那你自己想要去搞台独 然后还要把我们全部拖下水 你这会不会太闹了一点 你自己负你的责 不干我们的事 我们可没主张台独 但是对大陆来讲 他现在非常简单 就是他 你看他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联动 他就一步一步来 先从ECFA 就是134项 我先给你停掉优惠关税 接下来贸易壁垒 这边我会主意调查 一定会越来越多 然后再来他发布了海景三号例 大家以为海景三号例只是对菲律宾吗 是菲律宾先去试 所以他就先演给菲律宾看 接下来海景三号例我告诉你 他很可愿意拿来对付台湾跟日本 因为台湾跟日本跟他都有水上的接触 这是可以通用 当然都可以通用 因为他这个是一体遵循 他并没有说特别针对菲律宾 所以未来我请问一下 当如果大陆对我们的海巡 进行海景三号例的时候 请问一下我们的 那个海委会主委管碧琳 请问一下你打算怎么应用 管碧琳到现在没有任何表示 没有任何说法 你还是要像以前所说的 就是严格指法吗 那企业冲突请问一下怎么办 万一我们的人被他们抓走了怎么办 我们的船被人家扣了怎么办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件事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这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请问一下我们到底要怎么应用 然后现在解放军的军机军舰 现在是照三餐每天在台湾附近转来转去 已经变一个日常了呀 是啊好像哪一天突然之间没有来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 今天怎么没来 今天发生什么事了是怎样吗 这十一长假吗还是什么 怎么突然没来 所以其实大家以为习惯了就借怪不怪吗 不是耶 习惯了你就麻痹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然后你就忘记这件事 你就觉得这不重要 你要知道他今天不是在海峡中线 不是在24海里 他现在已经接近我们12海里了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想这边两位将军在做 12海里我们是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时间的 他直接就冲到你家 那请问一下我们国防部到现在 针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就在家门口了 对因为顾立雄那个讲法其实是很可怕 我们第一线的官兵现在手是被绑起来 因为顾立雄告诉大家我们只有自卫权 没有第一级 我们没有第一级 那他就算冲到12海里了 也都要顾立雄才能决定我们到底要不要反击 那你知道这会发生什么事吗 就是人家已经占领了顾立雄还在思考 还没想好 对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我们的国防部长 会这样子决定事情吗 那请问一下 我真的觉得哪一天我们一觉醒来 发现警方军在敲你家门口也不奇怪 真的不奇怪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慢慢拍决定 然后大陆现在也很明显的 也就是他不是只有对南海东海 这样子哦 他对美国也是采取同样的步骤 因为你美国一直在制裁我 你一直在跟我针锋相对 那我也不啰嗦 我就是还击你啊 你要制裁我我也制裁你啊 大家来制裁看谁比较狠 所以我觉得 当大陆逐步转变成这样子 一个进攻态势的时候 不是只有美国要小心而已 我们才是真正在第一线 美国是躲在后面 大家没有注意到 美国最近把军队悄悄的都移到关岛 甚至更远的夏威夷去了 那请问一下 我们在第一线 我们到底打算怎么因应 这个东西如果没想清楚 我老实讲 台湾随时都可能会完蛋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等你来拿 您您想要加值行动力 维持青春美丽吗 618年中庆 实际盐胶原蛋白生态 买6盒就送5包 每日完胜口还定 买8盒就再加码送14包 梦梦水饮品 绝对能让您满带而归 全场消费满千就送百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购物体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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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